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仙剑4 照抄作业 都能抄出一坨大便 就说还好意思去称番位 就自动质量作品的一番 你去真 真是输了丢脸 真是赢了丢人 所以没错 今天老闲就给大家带来 无数游戏名言中的经典之作 仙剑4的影视版 因为Megas 编辑的工业躺进 就开始了大宗命魔改 其他一点见证 如何把一段好剧情 制作宗命魔改成 露露百出的剧情 在原著里 男主云天河抓一只小野猪 给父亲当公平 大野猪听到声音赶来 最后跑进了山洞里 云天河跟进之后呢 遇到了女主 从他展开了故事 是不是很简单 恨复逻辑 而在电视剧里 这一大小野猪 被魔改成了 陪伴男主从长大 被一直抱怒他的 好朋友野猪精 结果蠢个呢 还是要杀他们当公平 我就问编剧 你跟他人设跟他好朋友 又必要还知道原著的 杀猪剧情吗 你魔改能不能过脑子啊 结果一看那好骂 永远是否乐傻 公元躺进 抓在野猪精的路上 恰遇到女主韩姐 春哥以为 他的野猪精变的 于是 不仅如此 虽然他觉得 女主是个野猪 但他还表示 对不对 如果他只是野猪 不是野猪精会变换 还怎么掐女主的脸 发生了误会 然后遇见钟情呢 而女孩女儿 变了悬崖 这类是常规操作 头发蜡的乱飞 带了刘海 纹丝不动 反正蠢个呢 还是要杀小猪妖 那就求情 当然蠢个说 不杀你也可以 但是 放了你 也可以 那你现在让你爹过来 给我变出那个 好看的样子看看 你在你爹的排位前 拿你爹的公平 去满足自己的授欲 那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孝顺 还是狸子的 反正蠢个一看 怎么他爹粉会炸了 蠢个很生气 他表示 结果冲击一看 原来是女主啊 有人立刻忘记 父母缝被扎的事 开始跟人家大行骂叫 那对吧 去去祝福 何止刮齿啊 然后走走走 诶 猪妖突然出现了 那来干啥的呢 怎么就不能进化 诶 你看是不是 把野猪变成野猪精 啥官场的操作空间 是不是打了很多 那么问题来了 根据后面的剧情 蠢个的父亲 是野猪精父子的恩人 他临死前拜托野猪精 去照顾这条儿子 那么他为啥会闯进 自己恩人的坟里呢 啊 答案很简单 最多的男人主 在来贴近旋转嘛 那时候蠢个呢 也把大宝剑 名叫忘书剑 小白的长老呢 就卖这个弱智哥 也就是说这个弟子 就抢这把忘书剑 还告诉他们 这把剑很凉哦 我可以拿到这个剑侠 去装呦 结果来之后呢 果然是忘书 对吧 这给手都铲肺了 从哥看表时 那你都拿不了 结果他 哎呦我的天呐 所以我说来着弱智哥 这有错吗 后面来着个弱智师徒 把这个野猪精脏给杀了 野猪精灵死前 对笋哥说 你一定要记住 你爹的话 你爹 大初遥 爹 不是大哥 你那么听你儿子呀 你还在旁边 猪叫半天 你都快尴尬了 你不能给儿子 你个什么一眼嘛 说你敢恩吧 你爽二人的粉 说你不敢恩吧 你都快狗呆了 还细细二人自治 说你不要儿子吧 你主动扑出来 把我他被砍死 说你爱儿子吧 狗呆了 看都不看他一眼 最烧的是 A丁死之后呢 直接消失了 那么问题来了 A丁如果狗呆 直接消失 那蠢狗杀他们干嘛呢 怎么当鸡饼呢 这边都要杀了 那边直接消失 搞毛啊 而在原著里 最后大野猪跑回来 最后小野猪就跑了 根本没这么多bug 所以看下来 把野猪变成野猪剧的目的 最后让男女主 强行暧昧 而不让野猪消失呢 又搞了一个 死会消失的设定 刚刚前面又矛盾了 为了这一个目的 成了无数的bug 不仅如此 从刚见到韩姐的时候 立刻说 哇仙女好美 结果后面见到韩姐又说 不是啊 你不知道什么是女人 你看着又觉得 韩姐是仙女 你觉得男女说说不亲 女的她都默着点脸 是不是就矛盾了嘛 所以这又是编剧 若啥公也躺进 到了产生的各种bug 除了之弯呢 还有个离谱的bug 就在原著中 男主是自运来到 穷华派败之血液 结果穷华派账门 素瑶的失利喧嚣 赶到了这把劲 就用素瑶放他们进来 当弟子 就在电视剧里 姑是不是这样那种 所谓的拉扯感 或者说为了后面虐吧 就让女主韩姐 一步步把她弄蠢个 给骗到穷华派 后面肯定是 你骗我好难过 产生误会痛 那么韩姐为啥骗她呢 因为她跟个男人 咱们合作 根据啊 这类分析 估计是关于她家人的性命 但在后面呢 还能先回忆的时候 是这样的 是不是 你家人不都死光了吗 所以这个改编吧 就总有点 过头不定的感觉 为了强行增加 所谓的虐活的铁 肆意更改了任何剧情 但是不愿意的话 精力在原本的金属上 进一盒里的善后 导致Bug乱飞 不仅如此 这部剧里 把男主感情的进展方式 也非常的单一 救男主无脑救女主 然后没事 我挡 黑人发剑 我挡 妖怪发剑 我挡 黑人再发剑 我再挡 女主迷失心智 要统人 才能清醒 我挡 反面发布打女主 我挡 她又发布 我再挡 然后女主 哇 好人 爱了 爱了 总统他回到剧情 然后上下来之后呢 就即将遇到我们的 以上一主角 也就是 柳梦里 给大家感受一下 真的 就这个梦里 光梦里 都不会出现这个梦里 关系是还不要渲染 说她超级美 这时候我们就叫她 风有姐吧 她在这部剧 前半步的作用 主要是拿个风有精揪人 比如这个侍卫 被妖气清入体内 她用风有精 恢复惊奇 你就对她三冬帅晕了 她到风有精 给她吻吻 立刻就醒了 虽然大神晕倒了 这条风有精 给她吻 然后 就妖醒了 她出来之后呢 主要作用 就是苦着脸 两眼无神 拿着风有精 到处给别吻 除了之外呢 在她反派的人设上 也进了国产 标准化魔改 这个掌门 爱恋师弟 师弟爱恋男主老骂 所以掌门 因爱深恨 开始要报复男主 我那冥顽不画的师弟 若是知道那女人 早已死了 会是什么表情 因为在原著里 她是个知智平平 但独体心强 因为被师弟胁迫 再加上为了证明自己 才一直各种阴谋 是非常复杂 且历史的形象 在这里又改成了 年转赤手连爱脑 师弟呢 若是全角可以分成仙剑 各种阴谋诡计 又有单精解虑 在这里又变成 为了拉格女人 我瞧啊不得啊 格局楼到爆啊 当然还有一些 莫名其他魔改 比如男主蠢哥 回到父亲的家乡 发现父亲以前是个混账 但是主人们发现 蠢哥是混账之子 就骂他拈他走 在预言柱里 是男主了解 父亲身世的剧情而已 在这里呢 竟然还被各种羞辱谩骂 下一秒 又外突然来了 然后这另一个主角 拥得慕容指引出来 把又外打走了 村人看到了 立刻出来表示 啊 是你救了我们啊 对吧 刚才你们这些村民 不都躲在旁边吗 人魔人子鹰 只要打了半天 到后来 你们大伙看到啥了呀 而且村民吧 基本上都男主的爷爷大爷 前两个孩子就杀了钥匙 后来立刻就不要面子 瞎了眼 跟这个晚辈子的鞠躬呢 结果院子在旁边挨打吗 莫名其妙的改动 不知所谓 当然我也可以预测 到后肯定会有很多 什么十年老粉感觉还不错 那古灰玩家 觉得他很还原呢 我来到原作对比的 你还觉得还原不错 你是不是很可疑呀 总而这部剧相对于原作 进行了国产烂剧 标准化的改变 增加完全不悠的关于躺进 以及为你而做的各种铺垫 从我只负责魔改 但不懂全局还考虑人事 导入很多地方实现 只要矛盾具体的做法 不仅是不尊重援助 不尊重角色 更是对观众 也援助粉丝的不尊重 甚至连一个正确的逻辑 都不愿坏点精力 去补权 还号称什么 三亿投资大作 大量的假雕食的盆盘 完全没有带入感的 全新的搭建的场景 黄武剑意味 是在看儿童舞台剧 更别提野鸡问题 所以对三亿的投资 再次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听说仙剑列位也要播出了 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 老板前面探路 如果需要的话 先别忘记 点个关注 我叫明星 再见